这几年有关强壁购物和汤客的投诉不断增加 去年也出现内地客购物发生争执而不幸死亡的个案 这些是严重损害我们香港旅游业的声誉 同时我们香港游客出外旅游 也不时会出现货不对版等投诉问题 我过去多次要求政府尽快成立旅监局 以有效规管业界 局方表示有望在今年年底将有关法案 呈交新一届的立法会 我承诺如果得到连任 一定会在任内继续跟进旅监局的成立 加强保障旅客的权益